《創意啟動舞台發火》 《只要你有火,就可以來有台火》 《全新的有台火》,在 Magazine 等著你 我是Gary Lee 利耀堂 Hello, 歡迎回來《有台火》 今天的《有台火》 請到一位很特別的嘉賓 這位嘉賓跟我的淵源很大 適於微時 可以說是初出茅廬、毫無社會經驗的時候已經認識你的 對, 接著就教壞我或是我教壞你 都是互相教壞 互相影響 今天上來是不是要講教壞的東西 今天不是講那些東西, 今天有更重要的東西 這位朋友就是歐卓文 是的, 我就叫他文仔 因為我真的適於微時 因為那時候真的是兒子 那時候真的是兒子 那時候就是文老 現在是老, 但文老好像不是那麼好聽 是的, 文仔比較好 文叔, 過多幾年文叔 差不多 差不多 都是這樣 因為我由你是一個小火子 到現在真的是爸爸 是的 就一直就... 就來爺爺或公公了 還沒這麼快 女兒八歲差不多 是的 十年後差不多 沒錯 要早一點, 快點 嫁, 生人 不是這樣 對, 生小朋友 不用我養 是的 我和你之前不是拍過《窮爸爸笑爸爸》 是的 這是港台的外判劇 那你就認識了我女兒 是的 那時候開始到現在都差不多六年了 真的嗎 對 仍然是這麼麻煩 那時候有多麻煩 是沒有進步的 仍然是這麼麻煩 快點脫身 但是現在麻煩的事情是不同了 沒錯 現在麻煩的 還要多了很多跟他辯論 還有一些頂心頂肺的一些說話 還有一些他擺明偏心於媽媽 而不理我那種態度 好像我今天出來工作 想有台火 他很開心 不是很開心於我找到這麼好的節目 而是很開心我工作不用見到他 可以走了 走啊 走啊 做久一點 你和唐叔叔做久一點 不要回來吃飯 所以就快點脫身 這是二女債 不過也是 不過也是一個責任 即是有些人又說 什麼女兒 什麼女兒 是爸爸的前世情人 這個是用不到在我那裡的 我覺得他是前世仇人 這個 很明顯 不要說他了 先說回今天的主題 今天的主題就是 毛俠 是 你的新戲 是的 我沒有什麼 我最生氣你一件事就是 你上一部電影不找我 毛俠 就是上一部電影 噢 咬王 你明知道我人很色情 你硬是不讓我去 哎呀 我以為你戒了 戒了所以沒有你 怎麼可能戒 不過這兩個戲 都是歐曉民的作品 但是其實 在裡面 有很 想不到 你押王之後 會拍一套毛俠 是的 這個範圍真的很大 很大 我舉個例子給你聽 我入行做主持 是做兒童節目主持的 是的 那時候我曾經 原來有件事發生 是可以那些叫做 一語成慘 是嗎 一語成慘 為什麼呢 就是那時候我做節目 有個小朋友問我 阿文哥哥 那時候我叫阿文哥哥 阿文哥哥 你會不會離棄我們 會不會不做兒童節目 我就很語重心長這樣說 我說 你都會長大 你都會有一天不看兒童節目 哥哥都有哥哥發展 可能不會經常做兒童節目 第二天可能做成人節目 我一說 我想說大人節目 我講成人節目 我講成人節目 在兒童節目中 我講成人節目 我就馬上 就很尷尬 我的眼鏡好像吳葉坤 不知道拿獎的時候 那個武器 有武器 笑到那個武器 都遮住眼鏡 這樣 那時候就當是 說出了自己的真心話 原來是心底說話 那時候也當是一個笑話 誰知道 真是出來做導演的自己 真是第一步 都跟成人是扯上關係的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 可能是某些潛意識 或者是一些預言 一語成慘 到現在 你想想想 其實當時當是開玩笑 但真的做的時候 那你就覺得 那個跨度很大 舊子是兒童節目 然後又拍了三個片 雖然我為什麼會接拍 雖然我不是演員 就是導演 無合 這套 反而我是做演員 其實如果我想做 我當然想做 之前 對不對 最初是想自己做 整個角色來做 不過我都戒了 剛才我說你戒了 我也戒了 你戒了 不同的演繹 不過剛才提起鴨王 這件事也是想說一下 他跟無合其實都真的 不是那個意識上 其實是那個製作的成本 或者在製作的規模上面 真是天淵之別 天淵之別 我想在現場我考慮了兩秒 一二 好啊接 因為對我來說 那兩秒 其實在歐卓文的生命裡 是很漫長的 是不是 那兩秒 就真的兩秒 真的兩秒 因為我其實是不假思索 我自己就覺得 因為都是一個機會 還有任何一個品種類型主題 都可以拍的 看你怎樣處理 我覺得是整件事 結果我就真的去做 還有到這一刻 我都沒有說 後不後悔這樣做 因為始終是 我做到自己的小小東西 你每個製作都是 你自己的東西可以放多少 例如無合這個 雖然它預算很小 可以再慢慢分享整個製作 但是放很多自己的東西下去 我自己可以跟自己說 這部無合才是真正的第一部作品 為什麼呢 因為放了很多自己的東西下去 就算連資源的不足 之後想的應對方法 都是我自己喜歡的一些處理方法 而在無合之前 我都做過一部微嬌少女的執行導演 就是翁子江導演 到寫劇本 寫了喜愛夜蒲3 還有就是鴨王的編劇和導演 等等這些過程 都要有很多的取捨 例如有投資者 或者有其他創作單位 會給我一些意見 還有有些東西是一定要執行的 有些元素有些東西是執行的 縱使我自己不認同 都要執行的 那些呢 我就覺得是 就是要看你自己的門檻 你自己的底線是怎樣去爭取 我都盡量爭取的了 但是始終也有些東西 不是自己想要的東西 而這次無合應該是百分之九十多都是我自己想要的東西 那我就當他第一部作品 其實在製作的過程裏面 當然是艱辛的 拍戲一定是 出血了 押王的當然 他的成績是怎樣 你看來阿堂是很喜歡說的嗎 不不不不 可能是有目共睹 當然在這樣的公司規模 這麼多人幫忙的時候 他當然會很順利地完成 這次無合 我有這個機會了 去做無合 最初找你 喂喂喂 阿翠文 找你做無合 這些已經不是阿禎哥那邊這麼多人幫忙了 反而就要一手一腳自己去 去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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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人搭 最初找你做無合的時候 是不是又是兩秒呢 那個呢 其實是怎樣呢 譬如 好像你說 之前的阿黃 各個崗位都已經很有經驗 很有分工 對 很有分工 而且他給了很多東西給我的 譬如 每個部門 美術 攝影 演員 都自然爆出很多東西去選擇 選擇 賣位就來 這樣 那個有那個的舒服 但是就有很多要符合商業電影的條件 或者符合類型的條件 這樣去妥協 而這部無合是怎樣呢 其實那個的決定 不是兩秒了 就起碼都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因為是怎樣呢 因為事源就是有間新成立的公司 做開搞活動的 他們就打算試一試說 不如就涉獵了這個電影界 他就跟我說 找到我了 而我又認識那邊的CEO 我就說 搞電影好啊 很鼓勵人拍戲的 尤其是找我拍 非常鼓勵 你做就好啊 沒問題 預算是多少 二十萬 一聽到二十萬 他是不是拍幾場 五秒 我便知道他其實是想拍 本來想拍網絡電影 六十分鐘那些 二十萬都少 那時候我和你拍的那個港台 都是二十分鐘而已 二十一二左右 都要三十幾萬 港台外判都有三十幾萬 所以這個預算 我就是因為這個預算 其實是想了兩個禮拜 因為不是想自己收不收錢 你不收錢 都拍不到 二十萬 難道其他人都不收錢 那你可能其他人不收錢 那你的質素就沒有保障了 會不會拍爛了呢 又浪費大家 二十萬都會浪費的 二十萬都是錢 來的 不如你捐好過吧 就是這樣的心態 所以想了兩個禮拜 結果呢 就 我想通了一件事 就 不如這樣 你二十萬 那我可以叫出來 就叫兄弟搭肩膊 這樣去做 畢竟都 那些朋友多個仇人 這個圈都 幸好 我剛才跟你調轉 哈哈哈哈 你自己認為而已 但其實你都朋友很多 那我就說 我搭朋友肩膊 不是問題 但最重要的就是 這個電影 那個定位是怎樣 你叫我拍 難道二十萬叫我拍 啞王二嗎 那我就說 不如這樣 題材方面 他就給了幾個 我覺得最初是沒有題材的 沒有的 最初是說拍的 就是搞套片的 沒有說是巫俠 或者是動物 蝙蝠俠 完全沒有關的 那些沒有的 那我就跟他說 你手上 或者你有的idea 裡面 我有興趣一個 而那個 我覺得是有意義的 就是關於拯救流浪狗 那不如就在這裡著墨 因為你低預算 最重要的是 雖然你說做有意義的題材 但都要就手 而他們和一個機構 就叫做巫俠守護者 一個救狗的機構 前線機構 很熟的 那就可以了 你熟的 那大家一起見面 還有我做資料搜集 跟他們出動的時候救狗 都方便談 這樣就 博取就是這個題材了 而開始這個題材的時候 我亦都是跟他們公司約發三將 就不要影響到創作了 因為大家說過信字而已 因為我接的都是一個信任 對你們 而你們找我去拍 這個預算 就等我去運用 如果大家再有什麼爭執 或者意見不合 就真的和了 這個預算 其實都很難動 再加上爭執 大家互相爭取抗爭 就十成十都和了 這樣 大家在軍旨協定之後 就正式開始這部戲了 當然要三軍未動 梁草先行 那錢就可以了 其實在歐卓文去上這二十萬的時候 其實那兩個星期 不是想接不接 那二十萬有沒有辦法 真的變成一套戲出來呢 那時候的考慮呢 就是因為他們想是一個網絡電影 那我也計算過 二十萬拍過網絡電影 六十分鐘都蠻水的了 但都應該可以做到的 這樣去開始走 但是只不過走走走走走 遠一點 然後又有更多人的加入 例如我們都開始不預計 有些什麼有經驗 有名的演員來幫忙 結果我們都不差 找到五個很好的演員 包括就是阿波 現在TVB大紅人 又有達哥 劉爾達 麗雲姐 金像獎最佳女配角都來了 年輕的就有林耀昇 還有陳逸玲 五個 那我們這二十萬五個 基本上請一個都不夠請 二十萬這樣 所以是慢慢慢慢就有他們的加入 接著呢 製作過程一會兒再說 其實最大的那個 令到整件事可以正式去到院線 就是我們剪完之後很艱辛地 那些血淚史 待會再說 到放給院商看的時候 有很多的院商來到 而他們看完之後 都感動到他們 而也都是有院商是開個條件很好 就說你給我獨家 那我就幫你宣傳 那又上了 全線上 那些來的 所以那個奇蹟就在那裡發生了 而去到這一步呢 那我才知道原來是可以的 之前都不敢想 你這樣的製作 這樣就 我們最後來 幸好給我 拍了九十幾分鐘出來 剪了出來都是九十幾分鐘 意思是 這樣 那先就被院商看 又得了 又得了 那 而 我雖然剛才說 一路說二十萬 但是只不過 我中間就 不負大家眾望 即是電影界的眾望 說你二十萬 你這樣會不會 弄壞事 雖然我超資的錢 都是頂壞事 但是就由二十萬 就變了四十八萬 而也沒有算到他們的員工 因為那間公司有員工的幫手 台前幕後的幫手 有些朋友也是 給了一點點錢來製作費 那些都是賺助性質等等 其實就 齊齊齊 我覺得 的官方就是 四十八萬 這樣 完成了是一個奇蹟 我覺得也是奇蹟 這樣了 整件事 唉 唉 真的 一路這樣說 一路這樣說 聽歐尚文這樣說 其實這件事 也是 他慢慢在他 說話中 滲透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其實就是說 你有心去做一件事 你有一個 passion 去做這件事 其實其他有 passion的人 會慢慢聚集的 沒錯 你這件事可以 你這件事很厲害 我相信 你當時去找 不要說 不要說那五位演員 首先說那個製作班底 喂 你真的拿著那二十萬去請的話 是請不到的 但可能就說 我有一個題材 我有一件事很想拍 我想多些人去知道這件事 知道 令這件事多些人有共鳴的時候 很多人原來都有這樣的心態 很多人都可以 喂 我都想貢獻一分力 我都想去試一下 可以說絕對是這樣的 去感動 去打動他們 也是有很多 為這件事 覺得這個主題 譬如好像達哥 劉爾大 他自己本身是很喜歡狗的 他也拍過很多年戲 大夫 是的 我們小小看他 也是這樣 是的 達哥 他就告訴我 他說他拍那麼多年戲 我們都沒試過跟狗拍戲 嗯 而他這麼喜歡狗 還沒跟狗拍戲 都始終是一個遺憾 這次就是一個好機會 讓他試一下這個題材 這樣 達哥很好 他說我們之前談 就是拍兩天 結果我們拍一下多一天 拍一下又多一天 這樣 結果是四天的 他離開之後 他還回到那個 萬歲鮮給我們 吃東西 很好 本來已經拍完都離開了 你不記得不用說就可以了 他回到我們的手足 給他們買吃的 很好 其他都很好 例如麗雲姐 不論是超時 超時又繼續 Bob 你也知道他多忙 我們也是超過了 超過到怎樣呢 超過到凌晨 在那時十度以下 大霧山頂 十度以下 然後還是凌晨 兩三點 辛苦而已 還有一件事 我也是很欣賞的 我們拍到兩點 終於有一個take ok ok take 收工 整個處理 我很多都是用了長鏡頭的 一會兒再說 拍攝手法 現在先說八卦的事情 兩點 ok take 大家抱歉 就是這樣 Bob 導演 你的長鏡頭很難做 我也知道會難做 因為長鏡頭 除了人要記對白 我們也有很多素人演員 有時候會脫漏 Bob很專業 沒有NG 但我們會NG 還有就是狗狗 狗狗 那些狗狗都要演戲 狗狗才會難 幾件事合起來 真的要幾個小時 才可以有一個長鏡頭的ok take 兩點鐘就可以了 大家抱歉 阿Bob可以脫咪 那些 寬送他 拜拜 臨上車的時候 攝影師走過來 喂喂 不是 歐4 歐4 蛤 你現在才說 你剛才不看 現在才說 有什麼 你現在這麼高科技 可不可以調整一下 又可以調整一下 資訊 不行 蛤 這樣 阿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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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剛剛我說的是NG 嘩 眼神 充滿了麻煙 充滿了憤怒 如果有刀仔 就被刺到你了 但是 專業 壓迫了他的憤怒 於是立即會還下車 沉默寡燃 因為我需要調整 所以就開始穿上衣服,然後再穿上衣服 這個給我的經驗就是,一來Bob就很幫忙 不然就走就走,當聽不到什麼衣服,開車 二是一個導演,有時要有一個被埋怨的勇氣 他叫出來,那一刻我真的覺得 因為你想想那個環境 不知道Bob,整隊人都很辛苦 這麼晚,這麼冷,這麼累 我們那時候已經開了十幾個小時 那一刻真的想說,算了,偶寶也要 但幸好,堅持繼續做下去 其實那時的鏡頭真的很難 包括,當時這麼晚,我們裝著狗狗的箱 好像軟了,爆了這麼久 而又買不到其他箱 這麼晚,就要用很多方法 膠紙,包到它硬正 用不同的方法,大家群策群力去做 才成功 最後我說,OK 他們的反應不是很興奮 不是很相信 你真的,讓我先走了 我走了便會相信 結果真的OK 有這樣的情況,我覺得 他們一班明星都很幫助我這件事 錢就一定不多 即是救他們的居馬費 這樣也能幫助我們 好像陳日齡這樣 他拍了兩天,但有一天的電影 我已經扔掉了 他也沒事 雖然他知道 大哥,因為你的心態你要明白 他就沒什麼收錢 來到,希望做多些電影 拍了兩天 你經常扔掉我 我又沒有收錢 來到,讓你白做 又浪費了我的時間 但他也是一句 為什麼會失去那天的電影 我就解釋原因 因為整個故事的結構 調動了 因為日齡的電影 穿插於我三、四個故事 本來有四個故事 因為調動了變成三個 是穿插的 所以整體沒有了一個 日齡拍了那天也是浪費的 但他只是一句 之後就笑了 我很欣賞我們這群演員 這個真是談到肉霸不能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一節回來 我們再講一下這個毛俠的背後 究竟是有多少毛呢?